大家知道菲律宾一直在南海搞事情 他不仅声称拥有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 还经常派遣军舰和飞机到南海敏感海域挑衅我国 就在不久前 菲律宾还宣布向美国提供四座军事基地 让美军可以进入菲律宾境内进行训练和部署 这无疑是对我国南海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严重挑战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 菲律宾竟然又来找中国 一开口就是3000亿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拿我们当什么了 菲律宾和美国勾结的目的很明显 一方面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国 在南海争夺更多利益 另一方面是想向美国示好 获取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说过 他愿意与中国友好合作 但实际上他只是在玩弄两面手法 时而亲中时而亲美 试图从中作收渔翁之力 然而菲律宾似乎还没搞明白 美国并不是真心帮助他 而是利用他作为牺牲品来遏制中国 美国对菲律宾的所谓援助 都是有条件有目的的 比如在疫情期间 美国只给菲律宾提供了少量的疫苗和医疗物资 而且还要求菲律宾继续执行与美国的共同防务条约 并支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而中国则无私地向菲律宾捐赠了数百万剂疫苗 并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设备和人员 除此之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国也给予了菲律宾巨大的支持 早在2018年 中非就签署了10年期的铁路贷款项目协议 涉及菲律宾国家铁路 PN2南线铁路项目 苏比克港和克拉克机场 建设工期约42个月 项目主要采用中国标准 将按照单线标准轨据货运铁路设计 项目建成后 菲律宾的经济核心区域将被串联起来 从而大大的提升物流效率 降低了运输成本 对沿线的经济都会有极大的促进和提升作用 这个项目原本是在2018年 中非签署的10年期的铁路贷款项目协议中的一个 当时约定的贷款金额是49亿美元 但后来菲律宾又以我们贷款的利率高为理由 单方面的撕毁了协议 然而菲律宾很快就发现 离开了中国 他根本无法完成这个项目 菲律宾交通部副部长巴坦发现 在菲律宾没有任何企业可以承担这个项目 所以只能厚着脸皮重新找中国谈判 可是菲律宾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或感激 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材料价格上涨 这次菲律宾向中国贷款的金额达到了3000亿比锁 约为55亿人民币 比原来多了6亿美元 菲律宾明明是自己毁约在先 现在又想找中国借钱还要多要钱 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菲律宾以为中国是冤大头 随便就能被他玩弄吗 显然 菲律宾这样做一方面是想利用中国的贷款 来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条件 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是想借此向中国施压 在南海问题上让步 菲律宾理所当然地认为 有美国好大哥给他在背后撑腰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拿捏中国 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和危险的想法 美国从来都不是真心帮助菲律宾 而是利用菲律宾作为牺牲品来遏制中国 美国对菲律宾的所谓援助和合作都是有条件有目的的 一旦菲律宾失去了对美国的价值或者与美国利益冲突 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菲律宾 相反 中国一直是在真心帮助菲律宾 我们不仅在疫情期间向菲律宾提供了大量的疫苗和医疗物资 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了菲律宾巨大的支持 中国对菲律宾的合作是真诚的 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发展愿望 中国从不干涉菲律宾的内政 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直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中非两国是近邻 有着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 两国人民血缘相亲 文缘相通 民缘相容 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两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应该携手共进 实现共同发展 菲律宾应该珍惜和维护中非关系 不要被美国的阴谋所蒙蔽 不要做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 不要让中非关系中的美国幽灵 破坏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只有这样 中非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新未来